台南市政府副市长郑旭正在教育局副局长王坤源 及事务中心主任委员家旗女中校长张国经等人陪同下 到家旗女中巡视考场为台南考生加油打气 同时也未免陪考家长及老师的辛苦 郑旭正表示台南市一直非常重视教育 对于国中教育会考 市府希望能持续提供学生与家长最好的服务 到考场巡视就是要了解考场的各种服务 设施 机动性的安排是否妥善等 让学生能在最佳状态下得到最好成绩 祝福考生们考试顺利 每一位都能进入心目中最理想的学校 基本上大概学生家长大家都非常关心 我们在X4由家旗中学来主办 他们也都非常静心的安排了各个地方考场 为各类的考生做最好的准备 我们在这边祝福所有的考生 能够非常顺利 能够顺利进入到自己理想的学校 也祝各位家长 大家身体健康 家庭和乐 不过事务中心主任委员 佳琴女中校长张国金表示 今天第一天考试 第一节全市就有90名学生缺考 第二节在佳琴女中 有一名女学生太过紧张 要进入考场还需要家长及老师安抚 台南二中有一名学生不小心跌倒受伤 整个考试情况还算平顺 那今年的国中教育会考 现在已经进入第二节的考试 一切很顺利 那目前为止大概 据各考场的一个统计 台南区的一个缺考人数是90位 不到0.03% 所以整个考试的状况还蛮顺利的 除了有一些小状况的发生 譬如有学生因为太过于紧张 在进入考场的时候 还需要我们做一点安抚 那整个状况都还非常的良顺 张国金同时呼吁民众 为确保学生考试过程顺利 及考场周遭环境安宁 更确保考场交通及照应问题降到最低 呼吁各考场周遭住户民众 在考试期间尽量保持安静 避免举办庙会等活动 让学生能有优质的硬好环境 记者黄俊怀台南报导